3月3号 全台湾无预警大停电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 台电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请辞获准 但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 却被未留 持续引发争议 今年上午 王美花到台立法机构进行检讨报告 国民党要求王美花下台负责 王美花下台 王美花下台 抗议过程中 王美花坐在背询位置上 低头看桌上的文件 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国民党方面指出 台经济部门日前公布的 303停电事故检讨报告 与去年的513 517停电检讨报告中 内容多有雷同 这代表去年检讨报告没有发挥作用 根本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民众党民代高宏安则指出 去年报告写开关管制措施多项失灵 八个月后改成禁止操作的防呆机制失效 根本就是同一个意思 你们没有抄袭 因为一个32页 一个158页 不代表你可以换句话说 你在过了八个月之后你的房呆还是这么大 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去年所谓的房呆机制 今年这个星达电厂它的关闭场出生问题 就是在人员的房呆机制不足的情况下 可是这一年来我们有做了什么样的改进 在303停电事故中 星达电厂大停电的视频也首度曝光 王美花表示 值班主任9点16分关闭断路器监视器断电 他辩称303大停电是人为事故 新党大黄蜂团队9号赴台行政管理机构请愿 指出苏贞昌既然给王美花六个月检讨 就该承诺未来半年如果再发生大停电 苏贞昌就与王美花一起请辞下台以示负责